木植景观座椅围绕着生态渔池 不但方便家长们接送孩子时可以坐着休息 也可以让孩子们了解生态的重要性 搭配宫灯造型的景观灯 成为开放式的大门景观区 也成为附近居民的小小公园区 七堵藏新国小校长郑兆彬同市议员杨秀玉 参观大门口整建之后的造景成果 另外也带领议员进入校园内 重新整建设置完成的植栽教室 以种植仙人长等多肉植物为主 希望让学童们可以寓教育乐 其实艺座的理念非常的好 它不是只是把东西修好而已 希望这个修好以后能够运用跟有教育意义 所以我们就朝这个方向再走 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只是这个柱子有点秀实 想说只是改进 后来艺座有说这样子是对教育来讲 没有很大的意义 所以它就投注更多的经费 所以我们就把它整个营造出一个 温泰的一个 温室的一个多肉植物的一个培养区 那包括前面的部分 我们前面其实有 之前有一些家长接种区 可以坐在那边的椅子 后来因为坏掉了 后来我们抢之后就整个把它 串在一起来营造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部分 我觉得在整个规划上 那整个一个资金上 也谢谢我们学校主任 那最重要还是我们议员的 我们艺座的一个高瞻员域 它其实不是只叫你做好而已 它是希望有更多的教育 跟学生的使用这样的部分 看到诊见后的成果 市议员杨秀玉认为 争取130万元经费 协助长青国小 提升校园景观 以及发展生态教育 非常欣慰 就是校长跟我争取经费 就是针对就是说 我们这个室内之灾 还有我们所谓的环境改善 这个整个就是环境这个部分 来跟我正确经费 那么我们都知道说 大自然植物是有生命的 那我们知道说 校长他对于这个学童 不是只有是科学这方面的教育 科学与这个大政的结合 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希望说 藉由我们校长的一个 他的一个发想 对于这个植物的一个重视 所以谢谢你 那所以我在这个经费上 我一定是予以支持 那另外就是说 我们校园外的 这个学童的接送区 那也是结合我们社区 结合社区 说左邻右这些乡亲 可以在那边休息 所以这是 谢谢校长 在植栽教室里面 还特地设置玻璃墙 当成老师讲解植物时的黑板 也可以成为学童们的涂鸦墙 任意画下各式各样的植物 或是写下观察植物后的心得 提升学童的学习兴趣 让校方有种感谢杨秀玉 对教育的重视和关心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